三六鱼是我Alex 谁说午餐肉就一定很廉价 接着教你把午餐肉变成高级的法国料理 大家都知道1937年一个叫荷梅尔的美国人发明了午餐肉 但其实这样的肉坯在欧洲早就有了 当时的罗马人就把肉类甚至是鱼打成泥 混合大量的香草和调料在没有冰箱的年代方便保存 16世纪在法国各地都有不同原料制成的各类肉坯 什么鸭肉的、小牛肉的、兔肉的、还有鹅肝混合黑松露的 普通百姓家最常做的就是我这种猪肉的 因为原料不够高级 所以白鱼也就要半倍的刚半年 香川肉皮 法国著名作家大种马也是个标准的肉皮爱好者 在他的一本厨艺书里 详细记录过12种不同肉皮的做法 现今根据调查 法国人现在每年能吃掉6000多吨各式各样的肉皮 这么普遍的食物做法其实很简单 将洗好的猪肉和猪肝加入百里香一起打成肉泥 调味用小洋葱丝、蒜末混合欧芹碎、盐、胡椒粉、白兰蒂、奶油 混合均匀后与肉泥拌在一起 加上几粒开心果 170度的烤箱 盖着锡纸先烤40分钟 去掉锡纸再烤40分钟 冰箱里静置一夜 吃的时候切上两片 搭配新鲜的蔬菜酸黄瓜芥末酱和面包 就是一个地道的法师头盘了 怎么样有没有很高级啊 Bunna Biti